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45岁的张先生 三年前已经查出有高血压症 当时收缩压为170毫米也滚柱 医生给他开了降压药 并叮嘱他一定要按时服用 吃了一个多月的药 张先生去复查 检查结果血压控制的不错 身体也没有异样 加上他觉得自己年轻逆转 便自行停药 平时也不怎么测量血压 最近张先生觉得自己整天胸闷气短 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 以为是工作过于劳累才导致的 某天凌晨,张先生突然胸闷气短 大汗凝凝 而且伴随着呼吸困难 家人健壮立即把他送往医院就诊 血压一出来显示 230-130毫米梗柱 这连紧急事的医生都吓了一大跳 张先生被确诊为高血压 还好经过一番急救措施后 张先生的情况终于得到了缓解 回想这一次发病经过 张先生后悔不已 第一,经常说高血压标准到底是多少 高血压在我国很常见 根据中国心血管病健康和疾病报告2019 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成人高血压患者多达2.45亿 其中高血压并和血脂异常超过半数 它可以使动脉周样硬化进程加速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但很多人对高血压还是不重视 平时测量高血压主要看三个参数 收缩压正常值在90-139毫米拱柱之间 收缩压参值数越高 越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尤其是年龄超过50岁的人群 需要注意 舒张压正常值在60-89毫米拱柱之间 舒张压低于最低值 可引起心肌以及脑组织供血减少 麦压差 收缩压和舒张压相减就是麦压差 其正常值一般为30-40毫米拱柱之间 一旦超过正常值太多 会使血压波动幅度增加 提升触中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临床上根据血压值的不同 高血压又分为三级 一级高血压 高压位于140-160毫米拱柱期间 低压位于90-100毫米拱柱之间 二级高血压 高压位于160-180毫米拱柱期间 低压于100-110毫米拱柱期间 高血压超过180毫米拱柱或低压在110毫米拱柱以上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一旦血压达到二级高血压 就需要及时进行降压处理 以免带来严重的后果 二警惕三种类型的高血压是最危险 高血压根据类型的不同 凶险性也是不一样的 这三种类型的常见高血压最危险 第一种卖压差大的高血压 正常卖压差在20-60毫米拱柱之间 如果超过最高值60 便称为卖压差过大 通常表现为高压高低压低 为多因高血压心脏病加抗 主动卖半关闭不全等疾病引发 步入中老年后 人的收缩压会不断的增高 疏张压会出现下降 两者之间的卖压差更大 如果没有及时处理 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明显增加 严重可引起老梗或心梗 因此老年人需要特别警惕 卖压差大的高血压 第二H型高血压 H型高血压是指高血压合并 高铜型半关氨酸血症 在我国十分高发 铜型半关氨酸是一种含流的非必要氨基酸 是大氨酸和半关氨酸代谢中的中间产物 一旦它的素质过高 就会引起心血管疾病 如改变脂质代谢 促进血酸形成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新内科主任医师杨庆表示 H型高血压内患者发生脑处中的风险比普通人高12倍 三清晨高血压 清晨醒来 血压会有稍微上升趋势 这是正常的 如果血压上升幅度过大 如果家庭血压计测量清晨血压大于134-85毫米拱住时 而且超过三次测量数值都没有太大变化 要警惕是清晨高血压 这种类型的高血压如果没有及时处理 可明显提升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流行病学条例显示 约有50%老处中 40%心肌梗死与清晨高血压有紧密关系 高血压患者除了依靠药物来进行降血压以外 在饮食上也可以通过食物进行降血压 那么高血压患者吃什么降压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水果 1.高血压患者可以常吃米猴桃 要说高血压患者的降压水果首选米猴桃 也被称为奇异果 米猴桃胃酸、肝、性寒、全果或汁都可以清热溺水 善于活血、抗炎、消肿、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 对于高血压患者冠心病以及动脉硬化 患者常吃米猴桃有助于降压的作用 2.苹果对高血压患者有好处 苹果被称为白果之丸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狗原酸以及葡萄糖等十余种营养素 对于慢性肝炎引起的高血压 多吃蜜菊 可以提高肝脏解毒作用加速党固醇转化 防止动脉硬化 饭后常吃一菊子可以增进食欲 消除高血压引起的消化功能混乱 第四,香蕉 预防高血压与中风 香蕉能为人体提供降低血压的钾离子 而能生压和损伤血管的钠离子含量很低 所以高血压患者可以适当地吃一些香蕉 在蔬菜方面我们可以选择以下这几种 第一,苦瓜 苦瓜富含钾 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体排出多余的钠 对降压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 同时,苦瓜提取物含类似胰岛素的物质 有明显降血糖的作用 而高血糖也是高血压的致病因素之一 这样同样对控制高血压有好处 第二,芹菜 芹菜是人人家中常吃的蔬菜 也是降血压的首选蔬菜 芹菜中富含钾 生物类黄酮和膳食纤维等 不但能够促进排便 控制体重还能够降血压 第三,洋葱 洋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降压蔬菜 它含有前列腺素A 有扩张血管 降低血液粘稠度 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 预防血栓的形成作用 同时还能够有效地降低人体外周 血管阻力 对于降压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可以在下方给我点个赞或评论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